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一孔有变 另外 数月来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 近传这场新的造成运动在党内遇到抵制大有收敛之态 而对红二代富商 互联网大V 任志强批评官媒性党的口诛笔伐 也在两会前赶然而止 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今天的时日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 讨论开始前先请评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评章 好的 谢谢保身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展开他古巴之行第一天一整天的行程 他将会晤古巴总统拉尔卡斯特罗 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古巴 开始历史性访问 美股两国断交55年后 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 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 他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前将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勾勒出他对未来美股两国关系的构想 朝鲜指称美韩试图推翻其领导人 加强了展示武力的宣传攻势 中国敦促朝鲜不要违反安理会决议 同时表示反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的举措 下面是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鸿云 与美国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弗里德 星期一在韩国外交部举行高层会晤 商讨如何实施对朝鲜的新制裁 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城稍后加入会谈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决议以及加大对平壤的压力等等 与此同时韩国军方称 朝鲜星期一从咸新市以北地区向其东部海域 发射了四枚短程导弹 飞行约200公里之后坠入日本海 此举明显是在对抗美韩联合军演 此外朝鲜国家电视台还播放了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登陆与反登陆演习的图像 包括东海舰队在内的朝鲜海陆空三军 参加了这次演习 韩国媒体估计这次演习是在上周四 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关键决断结束时进行的 代号为姚英的美韩联合军演将持续到4月30号 在朝鲜发射短程导弹后 中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表示关注 我们很关切当前的朝鲜半岛的局势 我们希望朝方不要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有关的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 避免采取加剧对立和紧张的行为 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火箭发射 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初投票通过 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 韩国三月八号宣布 对涉嫌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联的40个个人 和30个实体实施制裁措施 并禁止180天内停靠过朝鲜港口的船只入境韩国 美国总统宝马在三月15号签署行政令 对朝鲜实施新制裁 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进行单边制裁 并提出在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的情况下 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举措 美国经营卫视新闻报道 俄罗斯一家法院预计将判处乌克兰飞行员纳迪亚萨夫琴科 于2014年在乌克兰杀害两名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 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对萨夫琴科的审判是一场政治骗局 萨夫琴科否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 他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的国家英雄 并且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入乌克兰议会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时大家谈 2016年的中国政坛刮起阵阵躁动之风 股市暴跌 货币贬值 经济下行 朝鲜核爆 南中国海冲突 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 香港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等一连串内外因素 导致政治压力突增 19大卡位战开始上演 官媒姓党引起党内两种势力的争斗 而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更是造成余波连连 近日倒习之风风生水起 而中共高层的19大人事安排一孔有变 今天的时大家谈 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 对近期中国政坛局势进行梳理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 最近的明镜网报道说 习近平四面楚歌 而且他的19大人事安排恐遭颠覆 请你具体来谈一谈 习近平目前在党内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 或者哪些方面的伏击 中共的这个最高层 人员是一种黑箱的运作 所以真实的情况 我们在外面确实是很难完整地掌握 但是人们从一些公开的信息来看 已经发现了就是中共内部已经在进行一场 润扬一场可能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 首先是这个两会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这个李克强 王岐山与这个习近平的不同的这个表现 只因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完全的不以理睬 不以为然 进步鼓掌 也不给予这个任何的这个质疑 那么李克强在这个这个政府报告的时候呢 就是大汗淋漓 非常紧张 但是几天以后 他在记者会上呢 完全的谈笑风生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两会之前 有任志强事件 闹成一个好像文革又要回来的样子 但是耗得很快又停止了 然后这个这个在两会期间 有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生的 还去去去当面去献卖 说他湖南省委搞了一个什么歌曲 给习近平看 习近平一副欣赏的样子 很欣赏的样子 但是呢实际上几天以后 网络上对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夫人彭内人 所有吹捧的这种肉麻的 个人惩办的这种歌曲全部删掉了 所以这些迹象不是孤立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删帖 或者是一个简单人们给予 过于丰富想象的一个画面 而是整个灵贯起来了 我们觉得中国内部发生了 某一种这个变化 现在变化在哪一些阶段 我们不知道 从我们昨天还在追证的 这个消息来看 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一种参考 这种参考我们根据对传统的 这种体制和习近平个性 和这个中共体制来评估的话 无非是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的 当年的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情侦一样的 他就进行一种引射出动 一种看你们看怎么表演 然后进行强烈的反击 强烈的反击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他继续地去进行让文革的这种族风 让这个个人常办的这种风气重新回来的话 那习近平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积极尴尬 甚至可以说积极危险的一种境地 第二种情况是现在因为北戴河会议 今天最重要的是北戴河会议 就是为民意的是九大 基本上润量这个权力班子 或者说制定某一些规则 那么是九大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 习近平是占不了多少便宜的 因为根据团的势力和原来江泽民和胡锡涛 时候所培养的这种官僚阶层 那么是九大基本上叫进入政治局 那么习近平所培养的班子 从浙江来的这些人也好 从上海来的人也好 从胡锡来的人也好 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进入政治局 大部分人能够进入政要委员就差不多了 所以习近平能不能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 甚至最好被受制于这种权力的体制 经历北戴河是一个很根本上的一种分野 所以习近平也陷入的一个非常需要险在一个地方 要么他就被体制吃掉了 就大家接受了原来的规范 要么他就大得苦苦改变现在的这种权力的机制 这种能力完全尽力以他为首的 或者是他信任的权力班底 那么经历北戴河会议上是一个比以前 甚至可以说比18大 更艰难 更复杂 甚至更危险的一次权力斗争 还有一些消息就说习近平已经开始醒悟了 或者猛醒了 发现过去的这种对他的承办之风 他的某一些各样的左派和过去三年来的执政 虽然在反弹或者军改方面得到了某一些的民生 但是由于整个的法治系统仍然是传统的法治系统 而且甚至表现的比周恩康的实际还要糟糕 所以大家来说把周恩康干的又怎么样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的法治是抓历史 抓记者 甚至还胆敢跃进去到香港抓人 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地步 那么习近平个人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政治长叹的 就应该集权 而不是最高领导人像以前那样进行政治的常委 但是个人集权不等于个人臣敗 但是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来 至于引引了个人承拔之风 所以这个引起了党内部非常大的反弹 再加上他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这种表现 似乎有一种四面出击的一种红卫兵的一种独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比江泽民上台的时候 比胡锦涛党权的时候更加艰难的局面 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和商人 这几个主要的精英集团 加上一部分已经有明治的老百姓 明治已开的老百姓 那么对习近平是离心离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是华丽的转身 在这种压力之下 还是继续的倒行逆施 即使在未来几天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 变得非常的关键 但是好处就在于中国的政治 政治迎来了一个可能转换的一个机会 但是往哪个方向转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好的 张立凡先生 最近在中国国内流传着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 就是不到北京 不知道文革在搞 不谈南海 不知道中国的朋友这么少 不开两会 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这么糟 请一谈一谈最近中国政局 你对中国政局的感触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因为有好些问题 我在可能三年前 甚至更早一些时候 我就已经预言过 所以我只是看到我预言的事情一件一件不净严重 比如说我曾经在十八大当换届的时候 我说将来可能最大的领导人出问题 出麻烦就出在他过于自信上 现在看恐怕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 是否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 就是他遇到的党内的这种 所谓倒席等等这些的 我觉得也不宜过度解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毕竟是十八大通过投票 然后不管是善让制还是怎么样 总之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领导人 所以要把他给掀下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可能体制内 虽然有很多人当初可能后悔 他当初拥戴了这么一个主子 也许甚至觉得 还不如拥戴薄熙来呢 这种想法肯定会有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当初可能隔代指定接班人 这个指定的有问题 我想现在向前前任的总书记他肯定有这方面的感慨 但是呢 这个意识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流传着一封所谓的公开 我一开始看了这个公开信 我没有 有没有没有 没有重视这封信 因为我感觉 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江湖人士 这个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匿名截贴 那他最后没有署名的 就是一群什么忠诚的共产党员 这一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 但是没想到这几天 由于这个媒体人假家的失踪 然后呢 现在大家在分传各种的 可能会牵扯到谁 牵扯到谁 这样呢 这个这封信现在就被反复的提醒 然后呢 甚至这封信的这个传播 比那个他刚出来的时候还要广泛 那我倒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了 原来很可能是江湖 江湖上弄了一份这个匿名信 匿名接线 拿一支箭 一箭射到了庙堂 然后呢 引起了庙堂的一阵混乱 就要开始要查 这一查 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有点像这个 铜锣湾这个正后群 铜锣湾就是犯的这个毛病 本来没有多大的事 一点花边新闻 然后呢 团了本什么这个黄色小书 然后呢 这个但是呢 可能一下子 这个变成一个大事了 然后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 说这本书里的某些内容 就变成这个这个事情变成欲干迷章 这一次也是一样 就是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种愚蠢到底是来自何方的愚蠢 是是真的愚蠢还是真的高级黑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呢 这个做法本身确实是欲干迷章 但是呢 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有多种解读 一种解读呢 就是这个庙子上震怒 一定要彻查 但是呢 彻查的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 就是造成了大家都在 人人都在这个问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效果就是适得其反 那么当然这个 也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 不满于这个领导人 或者想要对他搞小动作的人 他也可以利用这封信 来这个扩大影响 造成一种这个倒席的这种势头 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可以 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 就是说一定这个体制内会形成 怎么样一种联盟 虽然我们 我以前也讲过 我说他把各方神圣都得罪了 所有派系的奶辣都动了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他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 这一点呢 当然通过任志强事件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 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 这个联盟不能发生问题 这个联盟如果发生问题 那么十九大的人士 如果缺了王岐山的票 可能就很难安排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会有磨合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 这种策略上的调整 但是马上说 就立马会倒行 我觉得没有这么快 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好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 观众打来的电话 看看他们对当前的中国政局 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克强讲 触击利益比触击灵魂更难 李克强 那个习近平打虎 可能触击了一些人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花波 也触击了许多人的利益 那个退休的职工 涨工资有10% 降到6.5% 又触击了许多 退休职工的利益 所以说 习近平受了一些批评 我希望习近平呢 真正反着一个 正向毛泽东所说的 为人民服务 是吧 怎么叫为人民 绝大多数人民服务 如果有这种理念的话 不怕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没有私利的话 也不怕批评 我希望习近平 能够正确地对待批评 不要封杀网络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孙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家门好 习近平是中国难得的 一个优秀的领袖 他唯一人政治人 敢说敢干敢讲 但是的话 说有一些高级黑 反腐 触弄了的话 说是一些利益计得者 和政治利益计得者的 个人的利益 这些高级黑 一些现实用 但是如果要是真把习近平 推倒以后 那不但是共产党的一身子 也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习近平如果的话 要栽上了一个的话 官员 一个领导者 谁也做不到习近平 这个样 好的 谢谢辽宁孙先生 发表你的看法 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表习或者是会有什么 马上发生 这些情况 我觉得有点运过提示的 像对比起来 像六四以后上载的 将军民面临的问题 他现在的面临问题 对比起来 简直就是都是小额科 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影响 他的地位的 而且他的地位 应该来说是文汝泰商的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浙江李先生 何明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 谈到了那位所谓 署名为忠诚共产党人的 这么一封公开信 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 一位名叫贾贾的 这么一位香港的 居住在香港的专栏作家 最近在北京机场 被国安带走 其他的四位 据说是无界新闻的 这个工作人员 包括他们的总编 欧阳洪亮等等 目前也被失踪 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另外你认为这封信 有可能是何人所为 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 哪些势力造成了 哪些影响 在开始我们 很快注意到这封信 引起高层的特别的重视 所以我们已经发表了 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 这根本的原因是 不在乎了这个信 它是谁来写的 它是伪造的 还是真的是体制的 有一些人写出了这封信 但是它击中了 中国现在政治最敏感的 一个神经 这个神经就是 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 经济状况 国际这种处境 都是极其的威胁 极其的艰难 随时处于一种某一种 刚性对抗的一种状况 那么尤其是指出了 习近平个人 他家庭的问题 几次警告 习近平你的家人 那么这一种威胁性的口气 使习近平感觉到 非常的紧张 那么他的亲戚也非常的紧张 而根据他们的这种调查和了解 情况又去乎意外的复杂 就发现了这个线索的越做越复杂 它远远不是同龙湾书定 那么一个简单的 一种小说的这种风潮 你比如说 这种事情出现在无界新闻 那无界新闻 这个是长探的判断 那应该是黑客攻击嘛 对不对 但是后来发现了 不是黑客攻击 原来说是自动抓取 自动抓取这个很有意思 那怎么会自动抓取一个 海外参与网站 这个民主人士所办的这么一个网站 又才是自动插取的方式呢 当面具体这个案情 只有公安系统在知道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 中共在追查这个事情 所发现的 他们所离去的一些线索 这些线索就是说 他们发现 这个贾家和 这个奥远洪亮 就是这个无界新闻的这个老总 他们是同时关系 而这个贾家又跟海外一个 具名的这个网络活动人士 叫北风 他们曾经在阳光卫视里面工作 这是他们所发现的 这么一个线索是这样来的 而奥远洪亮呢 又是所谓的 这个大家说是 这个制造了很多的高级黑的 这个蒋经国 就现在中心部负责新闻考的副部长 也是外宣办和新闻办的这个主任 那么他呢 这个在习近平的 比较左的这种行为 明星之上呢 进一步把这个 这个习近平呢 给高级黑了 那么当然这些指责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争议 但是他们所 违去的线索发现了 进一步发现了 将这个蒋经国 又是特别批准这个 无件新闻的这么一个局管 而蒋经国又跟 周恩康的 这个早一段时间被抓的 这个河北省委书记 周本顺呢 他们曾经是湖南的老哥们 都是在一个叫省委研究室工作 一个在当时候的这个 这个组织部长 孙文胜的秘书 后来这个周本顺 当了少阳市委书记 走了以后呢 接班人呢是蒋经国 而蒋经国当时候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 认识的一个人 更同熟悉的一个人 也是周恩康所提拔的一个人 叫张春贤 张春贤就是湖南省委书记 后来提拔到了新疆 这个省委书记 所以他们觉得这条线索呢 比较清晰 比较怀疑 当了现在贾家的盘景就说了 贾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消息 传给这个无件 他根本反而是提醒了 这个无件传媒的 这个傲元洪亮 说有这方式出信 你们在网上上 你赶紧把它删掉 然后这些细节因为都是 这个一方面是中共公安讲的 一方面呢是这个海外 网上所流传的朋友的看法 哪一个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很清楚 但是这个无件传媒呢 又是三个集团主办的 联合的 一个呢叫新疆政府 我们已经讲了 是张仁贤领导的新疆政府 然后另外一条线索呢 是这个财信集团 财信集团的这个老总啊 叫做王伯明 而王伯明的哥哥啊 叫王冬明 王冬明早一段时间 就是被拉下台的 要强迫到退休的 中心正确的这个老总 中心正确的这个老总的 副老总呢 又是这个 副董事长呢 又叫刘洛辉 那么王冬明他们下台以后 听说找过这个王岐山 那王岐山呢 这个高抬贵手 结果王岐山呢 不予理睬 那么中心机场呢 继续有的人被追查 甚至刘洛辉呢 又是因为 对象龙的女性 拆封 从香港被骗回去了以后 交代出来的问题 很多问题就指向了这个刘洛辉 刘洛辉我们都知道 他的爸爸是这个刘仁三 所以这条线 也是值得这个 这个怀疑的 还有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新闻 我们都知道 跟这个江泽民的生子 跟温家宝的这个儿子 都有这种广泛的联系 他们就怀疑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非常复杂的 一个反习的一个背景 这些反习的背景是 真正是联盟 还是一种不灵而盟 所谓叫不灵而盟 就是他们并不是 组织在一起的团装伙伙 但他们的背后 有很多千丝万里的这种联系 而且他们对习近平的意见和看法 现在是非常的明显的 这个跟精英分子 整个对习近平的看法 是合拍的 所以觉得习近平的很多的作画 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 不是一个孤立的 一个简单的 一种社会上的江湖人士 所写的可以不与重视的 它恰恰激动了 现在中国政治里面的 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种反弹 现在的这种个人独裁 个人惩办 现在这种个人集权 这种文革的作风 到底要把中国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么以这个路线斗争了 讲老实话 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当然这个路线报纸 后面隐藏着 更根本的利益 就是说 使九大大学怎么分禀 所以这个 一个是使九大怎么分禀 第二个是政治上 到底采取什么一种 新的路线 实际上这封信 是一个隐信 就把原来所 钱商的问题 钱商的这种矛盾 给爆发出来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说 不是像张先生讲的那样 好像是一个小事情 不能去追查 但是站在他们 统治者的角度来讲 他们比我们要紧张 我们是一个普通脑袋性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是担心吃饭的问题 他们就担心他们的权力 而权力的后面 就是安全 这个习近平会不会下台 那这个我当然是认为 现在说为是太早 但是这个事情 不是习近平在组成 某一些决策的力量 确实已经形成了 这个是比 过去 比两会之前 没有出行过的政治气氛 好 看来确实是非常的错综复杂 再接几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山东的孔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 大家好 我想啊 人类的进化 中国的进步 这是自然规律呢 还是某个人 某党的作为 替特勒斯大林 毛邓 按说比习近平有本事吧 其结果呢 都成为了历史垃圾 习近平光糊涂也罢 真糊涂也罢 他真的对中国的进步 起到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吗 你看看 中共的灭亡 国民党的脑血栓 我们的习总 真能治中共的癌症晚期吗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是吉林的于先生 于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的观点是 历朝历代 他都要权力争斗 那么习近平 他不可能 都受百分之百的人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说 我认为 自从盘古开天匹地 三皇五帝到了如今 那么习近平 他是 是人评价的 他的正面 是大于 他的工作 那是 将来 历史会有一个正确的评判的 那么美国之音 让美国之音来主宰中国 让奥巴马 让世界上的处境 都来向中国来轮端直升 看看怎么样来治理中国 好的 谢谢吉林的于先生 接下来是浙江的黄先生 黄先生 你好 你好 家伟好 你好 刚才那肚子话 我嘴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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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确实是处于很危险的状态 因为习近平他在前段时间 甚至于开会来的时候 他做了个安排 人事安排 如果习近平出问题 那就有李克强机办 李克强机办 李克强机办 就王岐山机办 如果这三个人同时出问题 就中央集体领导出办 所以说习近平意识到 他的人生受到很大的威胁了 但是那胡锦涛 2006年胡锦涛涛在山东广海 也差点遇刺亡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中共的内斗权队 是非常激烈的 习近平如果想保住自己 那只有一个方法 开放党籍 让不同的党派参与竞争 让那些阴谋小人 他们没有无际可趁 这是保住他的最唯一的方法 好的 谢谢郑江黄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最近那些什么 习大大 同妈妈 这一类的肉麻的吹捧 确实少了 看样子 他的反对面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我想 向嘉宾提两个问题 一个是 他这种宣传 这种个人崇拜的 到底是他自己的目的 还是他的对立面 你比如说是中宣部那种 故意 故意抹黑他 故意搞 要搞臭他这种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他现在这种斗争 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第一个呢 是 就是 到底一字网坡 另外一种呢 可能 互相妥协 达成某种平衡 到底哪种 可能应该大 更大一点 好 谢谢 好 谢谢云南周先生 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 那个 就是一个 我回应一下 这个何平先生的观点 我觉得 现在可能 这个 这个 国内也经常会 向这个境外媒体 来喂量 所以呢 有些 有些 有些东西呢 又可能是在出口 转内销 在这种情况下呢 比如说 说 这个欧阳洪亮 然后 还有他们的 这个执行主编 还有一些 技术人员 然后呢 又推论 什么这个 他 谁曾经是 谁的部下 谁曾经是 谁的同事 然后一直可以 牵扯到 什么 张春贤啦 或者是 更多的 这个 什么 王波明啊 这些 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是 没有逻辑的 他只是 根据一种 这个同事关系 或者工作关系 来推断 但我们不排除 以往这个 公安办案 是才去过 这种办法 因为我 我注意到 比如说 像普之强案 也是抓了一大堆 最后呢 弄来弄去 没结果 那么还有一个 大家没太注意的 就是许晓 这一案 也是这样 抓了 声势浩大 准备 冲一个 洗一个大狱 最后呢 弄来弄去 是一条乌龙 然后也就没了 这个呢 现在这一次呢 我 我个人感觉 恐怕还是 这类情况 是 就是说 这种逻辑啊 其实是不成立的 就是 仅凭工作关系 就推断 形成了某种联盟 我觉得这种 无论是 如果是 官方做这样的 推断 我觉得可能 也过于 武断 如果是这个 民间做这样的 推断 我觉得也是 出于想象 所以呢 这类的 推断 包括什么 说什么 彭妈妈 要遇刺了 等等等等 这都是笑话 我觉得某些 什么练功团体 这类的媒体 没事一天到晚 无聊的造这种东西 很有意义 为什么呢 你要 你要 袭击第一夫人 你还不如 直接袭击 这个 第一先生了 这个代价 实际上是 得不少吃的 没有任何笨蛋 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 有很多的 这种 现在 对于中国的政局 这种 过渡的解读 其实是 没有必要的 所以你现在 要想明白 首先体制内 不管有 多大的不满 他们必定 要有一样 就是这个船 我们这条大船 不能翻 这个可能是 他们的共同利益 就赵家的 这个船 不能翻 但是赵家的 这个内部 要么磨合 要么斗争 要么你吃掉我 我吃掉你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 总体上来讲 就是说 像这个 换主子 这样的代价 那么 在他们 做之前 他们一定要 衡量 就是换船长 会不会造成 这个船的轻浮 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个体制内 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人 在这个船上 他们一定要 想明白这个问题 才会做这个事情 但现在 我觉得 还远远不到 想明白的时候 就是个人崇拜 那个问题 好像是我们 下一个话题 是的 要谈的 我想这里 我就不多说了 好的 围绕最新 中国政局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稍后我们 讨论的话题是 时日文革 感染而止 个人崇拜 遭到抵制 请您继续 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 即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 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 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 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 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 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 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 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 时时大家谈 数月来 对习近平的 个人崇拜之风 愈演愈烈 从部分省市 党委第一把手 表态拥护习核心 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 西藏代表团 集体佩戴习近平 像张 俨然毛神在世 文革回朝 而习大大爱着 彭妈妈 东方又红 要嫁 就嫁习大大那样的人 等造神歌曲 更是在网络上唱响 对习近平的 个人崇拜 究竟是 上有所好 下必甚也 还是中共党内高层 刻意对习近平 进行高级黑 把他置于违反中共 不搞个人崇拜的 不义之地 尽传 这场新的造神运动 在党内遇到抵制 大有收敛之态 而对红二代富商 互联网大V 任志强批评 官媒性党的口诛笔伐 也在两会前 感染而止 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使大家谈继续邀请 中国政局分析人士 进行解读 接下来 我们就这个话题 展开讨论 参加讨论的 仍然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 张立凡先生 和美国明镜集团 和平先生 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400-120-0551 和平 刚才我们稍微 涉及到一下 这个话题 就是对习近平的 个人崇拜 近来 看来有 大有这个刹车之势 那么这场造成运动的核心 就是习核心 我们知道 这个有很多的 一些省市的自治区的 党委的第一把手 已经表示拥护习核心 但是在中共的最高层 并没有把这个口号畅响 你认为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今后会不会 有习核心 这样一个说法 我前面讲了 就是说习近平 现在垮台的可能性 被逼下来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政治的这种 不义的过程中 讲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妥协 而妥协的一个 可能性的前景 就是习近平 还能够继续答应 这个总书记 但是到二十大的时候 就基本上结束了 原因是大家所寄予希望的 那种二十大 实行某一种形式的变革 要么走向独裁 要么走向民主 打破原来的这种 结盘的这种 实际和秩序 就可能达不到 那么即使是在 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中共领导人 实际上 即使中共体制内部 也有一点成长 有一点共识 这种共识就是说 作为最高领导人 全力要相待集中 要相待的 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而不是做了一种虚假的 又不承担责任的 互相又不能形成 真正制约关系的 所谓的集体领导制 那么这个方向 是从政治形态来讲 也是正确的 因为传统上的专制社会 和一般性的民主社会 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是相当的集中 但是在这个权力集中 和强化过程中间 我觉得习近平 是做得比较笨的 一个笨是 大家所看到了 他担任了 无数个的领导小组的 这种组长的职务 这种职务就是 把整个官僚体制 变得了一片混乱 因为所谓领导小组 这样一种 年后性的机构出现 在中共的官僚体制里面 都是临时性的 都是应急性质的 也就是说原来的官僚系统 不灵敏了 运作不灵敏了 你还搞一个领导小组 来总和起来 那么这个习近平 来答应这么多领导小组 表现就是 他要在这些 这些系统来进行变改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一步着 自己亲身上战场 他又是一个总指挥 他又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敢死的队长 又是耗尽部长 所有的职务都是他一个人谈成 这个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笨的 这个政治改革或者是经济改革 或者提到改革的一个最高领导人 是这么干的 毛泽东的时代 他也不需要经验了这么多职务 所以这样就造成整个国内体系 如果习近平不到唐 OK 这个体系就停止了 那习近平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 怎么会有这么多精力 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系统 所以他不知道集权和分权的道理 不准到一个领导人 应该把责任和权力分解他的团队 是一个团队在运作 所以他造成了整个的国内体制 现在已经停止 几乎是停止运作 或者是陷入某一种僵局 用中议委的话来说 就是大家坐等都看上 对吧 第二个是习近平没有分清楚 个人集权和个人惩罚的差别 对吧 你比较像美国的总统阿巴马 他的权力是相当的集中的 在行政区域里面 他是美国的最高行政党官 对吧 在行政区域里面是他 他有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 是三军统帅 对吧 他虽然他的权力受制于 这个国会和舆论的这个监督 但是他不需要通过一种个人惩罚 来显示自己的权力 权威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间 把个人集权和个人惩罚分不清楚了 他认为要强化他的权力的过程中间 某一种个人的惩罚 而且他记忆里面生开的这种文革的记忆 毛泽东这种录音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 所以他很凝溺的开始讲 图卡H讲的是文革的女民 这个很多的行动出现了问题 跑到什么古田 跑到什么增议 跑到什么井冈三 这种非常具有文革兴气的这种地方 去显示他的这种力量 然后出现了无数的这种肉麻 区分他的这种民谣 歌词 甚至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产品 就变得非常的荒谬 把自己暴露在大家要耻笑的这个地步 比方说像吃个包子 我觉得吃个包子挺好的 对不对 国家领导人吃个包子 就像阿巴马整天到餐馆去吃饭 阿巴马整天到华汉顿去吃饭 甚至我在住的附近的地方 偶尔都会看到一些照片 阿巴马在这个地方跟厨师喝个饮 他也来吃个饭 而且是个很普通的产品 没有人把他阿巴马吃个饭 把他吹在天上去 而习近平吃了一个包子 吹在天上去了 好像习近平是不吃包子的 吃了包子以后他就清明了 他就了不起了 结果把一个包子变成了习近平的外号 所以习近平 所有对习近平吹捧 谁在网络上都变成一个一个笑话 这样对习近平的威信 对习近平的权威 反而起了一种非常负面的作用 因为习近平为什么会陷入到 最根本的危险的境地 主要是他的政治路向是不清晰的 不清晰 你比如说你反贪 你反贪到底是干什么 对不对 你这个体制是一个贪污的体制 培养了这个贪官 这个你不去改变那些体制 你看你收拾那些官员 这是天地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但那些官员讲老实话是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有时候我要统计那些贪官 对不对 你这个体制不改 然后你做这样的行为 然后你这个权力的来源不解决 也就是说你的最高领导人 在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采取一种孤独的阶段 为了赋予某一种目标 中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清晰的真正目标 你这个真过 中国梦是有具体内涵的 是走向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梦 还是走向你更加独裁的一个中国梦 还是回到这种封建时代的那种皇帝梦 你不清楚的 因为你不清楚 原来你老子的幼稚这些文革技艺的东西 所以造成整个的中国的社会 是价值一片错乱 你看从我们的听众里面 就可以发现得很清楚 其实不仅不是一种不同观点的问题 有的是有基本上的价值的这个出现问题 张立凡先生 在您看来这场个人崇拜 是不是目前有收敛之势 另外你认为今后习近平有可能 会放出手中一部分的权利吗 当然我们看 就是三年来这种越来越热的 这种造成运动 现在可能在今年的春晚 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后到任志强事件以后 突然刹车 那么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 无论是体制外 还是体制内 大家都不希望有一个毛泽东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大家都亲身经历了文革 那文革是什么 文革当然整知识分子 抄富人的家 然后冲击领导干部 所有的人都没好日子过 那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薄熙来会失败 就是那个时候薄熙来 他过早的搞这一套东西 搞造神的这套东西 搞红歌会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 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最后呢 引起了 不仅是这个知识分子看不惯 实际上它是引起了官奋 就是体制内大家觉得受不了了 如果这个人上来 那可能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所以呢 与其这样 我们可能就选一个 还不显山不漏水 也似乎也没什么政绩 这个也这么一个人上来 可能比这个选一个剑拔弩张的薄熙来上来 要好 所以呢 但是十八大换届以后 我们就发现了 不是这个情况 可能这个 包括这个 前任的总书记 江总书记 他们这些人也发现了 他们忽然发现 本来可能这个薄熙来 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但是不幸我们选了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那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他们认为 确实是一种灾难 那这个 这个时候可能 这种感觉 随着这种造神运动 随着这种权力的 越来越集中 可能大家都感到了不适应 感到了这个毛泽东的幽灵 没有散去 感到了这个文革的脚步 又在一步步重新回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档口 突然刹车了 为什么呢 再不刹车 因为我想 这个大家会有个比较 我上次也讲到 实际上就是 有两个误区 一个误区就是想成为 毛泽东那样的领袖 在国内有权威的 神一般的领袖 第二个就是想 在国际上成为 普京那样的世界性的领袖 这两个实际上是一种 抄架妄想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 离你而去 为什么 原来大家可能就是 这个 敢怒不敢言 或者不敢怒不敢言 突然有一个小孩 他喊了一声 他没穿衣服 这个时候 大家就哄堂大笑 然后一哄而散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的 那么当然现在 我觉得 这个个人崇拜 其实就到了这个程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 接听几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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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觉得 何平先生 曾经多次在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中 说到 中国不会发生文革 我说何平先生 今天您看 你在此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通过那十来天的 对任志强的那种批判 你不觉得那是文革的 因魂就附体了吗 另外刚才 这个张立凡先生说了 就是说 本来啊 大家本来要 想一个 不显身不漏水的人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 我们这总书记跟博弈来 好像感觉也差不多 就是说 我想问问你们 这个习近平总是 强调红色基因 难道红色基因是遗传的吗 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 是不是也要革命 他们是不是就有这红色基因 所以说这红色基因 我听得很可怕 就像金正 就像金正日和金正日 他们叫金正恩市 这玩意他是要移 他是要移团的话 在中国就很可怕了 所以说通过现在 个人崇拜越搞越严重的话 因为据说是 彭丽媛指导的这个白毛女 要上养了 各单位还要花钱去包场 这么一个想法 这么一看来 二位嘉宾 中国完全有可能发生文革 当然可能形势 跟以前的文革不一样 但是文革的阴云依然不散 文革的幽灵依然在我们 这个国家里头 这个徘徊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跟美国真正 请多给我一分钟时间 就是说我对时代在谈 今后咱们话题 能不能丰富一点 我们不仅要谈政治 是不是要谈一谈经济 谈谈科技 就是能够包罗万象一点 好了 谢谢 谢谢北京王先生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 经常在讨论的话题 力求话题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文化 美国的大选 美中关系等等 都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接来请天津的爱先生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爱先生 您好 您好 就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 何平先生 就是如果刚才说的 这个话题可以多样化的话 那么我就问何平先生 就是这个 以前在美国之音 做客的魏军生先生 他说海外的民主 之所以搞不起来 就是因为中共 在海外的这些民主人士里面 派了一些叛徒和内心 我想就是问一问何平先生 这方面您八卦 知道的很多 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国内的听众 介绍一下 何平那个魏军生先生 天津爱先生 魏军生先生提前预告一下 魏军生先生下个星期三 将到时时大家谈 来谈一谈 他对中国当前证据的看法 到时你再打电话来 向他本人提问吧 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 史先生 您好 您好 听得到吗 听到了 请讲 您好 听得到 好好好 我认为目前的中国领导人 有点弱智 这个弱智也不怨他 因为他在他这个少年时代 经历那些东西 和他的文化基础 确实很可怜 他只能好像是 想照毛画虎 走老毛那一套 可是他忘记了 老毛搞的那一套 已经是千乎所指 在中国 无论是谁 想把中国挽回到文革时代 这个人绝不会得到好死 实际上你掌握最高权力 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落实宪法 这样才能把中国 一切的问题 捋上正轨 好的 谢谢天津市先生 最后还有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请何平先生做一下回应 特别是对北京王先生的提问 好 我认为 我现在 今天继续强调这一点 文革这个 不会回来 然后我也认为了 个人独裁 不管是谁 在这也是 也是行不通 文革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种现象 习近平 这个任志强事情 为什么会突然停止 个人残办 为什么这个风突然停止 在某种程度上 恰恰是证明了 我讲的是对的 而不是讲的是错的 但是为什么在文革的这种现象 和个人残办 在过去又会冒出来呢 其实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中共的体制 其实还是文革体制的继续 并没有根本上改变了一党独裁的 这么一种体制 不受监督的这种体制 所以它的政治元素 基本上是一个专制的 跟那样式的这么一种体制 所以它表示 某一种文革性的一种信号 一种符号 它是谁是冒出来的 只要它在没有走向政治民主化之前 那么这种政治元素和文革 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这一带人 尤其是中国最主要的 掌握了中国的文化资源 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这批人 基本上是50岁 或者是60岁到70岁 这个年龄阶段 这段年龄阶段 会有一种就是基因发足 一种基因病变 这个时候是引你生病的一个年龄 这种生病的一个年龄 就是很引你产生一种回忆 而这个回忆里面的基因 这一年发足的就是青春时代 他们新智秦成的时代 那种文革给他们一种录音 所以你看看不仅是个人承办 而是在街上跳舞的这些大妈们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成的一批人 人很淫于在过去的一种历史 一种虚幻的感觉 就像现在俄罗斯的很多老百姓 他很愿意回去回忆苏 苏联那个帝国时代一样的 他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好的 但你要真要回到那个时代 他又受不了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这个 另外一部分整个的社会的基础 又不是文革的基础 老百姓的明治已开 我们能够这么自由的 在不仅在美国之音谈的这个问题 很多听众 观众可以打电话来 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你这文革是不可想象的 对吧 不可想象的 没有人敢这样做 对不对 你偷听一下美国之音 你都会遇到惩罚 那你今天能够自由发表这个意见 说明中国在很大的承诺上 已经没有接受这种文革之风 接受这种个人独裁的 这种社会讨样了 如果他硬要做 就变成一个一个方程的笑话 变成一个一个嘲论的一个对象 我看没有哪一个 共产党所推出的对习近平的吹捧 对共产党的吹捧 在网络上没有被嘲笑的 不仅在海外的媒体上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受到这么严厉的控制 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来 去嘲论这个政府 去嘲论这个共产党 去嘲论这个习近平 就说明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这个基础了 是的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 就会产生病毒 就会产生错乱 就会产生对抗 然后你做不下去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 争鸣论坛 在Facebook或者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twitter.com-voa-bbs 我们期待与您 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 将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铁媒行业跳楼 倒闭下岗考验中共 以及中共是否在滥用 国家安全法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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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刑